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 我们2023年 第一次上课 所以一年很快 就 过去了 普贤 菩萨谨重句 四日已过晚 命易水浅 如少水鱼 思有何乐 所以 古人 祖师们 都是 习寸英 习光英 寸经难买 寸光英 都是非常珍惜时光 一份时光 就是一份命光 我们 能珍惜 时光 我们就不容易懈怠了 我们看无量寿经当中 多次都提到 一个 勤精进 努力自求之 必得超绝趣 往生无量清静 往生无量清静阿弥陀佛国 他精静阿 不能懈怠 不能虚止光英阿 何不宜强健时 努力修善 欲何待乎 所以 所以 菩萨唯一善根呢 是精进 精进 对自 邪带 所以我们迎来 新的一年 我们去年 有没有好好珍惜 时光 寻书制药中 有一个重要的精神 前世不忘 后世之诗 前世 前一件事 前一年 前一天 都要反省了 都要总结 我们在 这个 接下来的一天 接下来的一年 才不会从道 负责 我们在大陆念责 在台湾念测 不然呢 我们没有很 好的反思 我们同样的 错误 比方说 懈怠懒散 就会 在 未来 常常出现 修行啊 就突破惯性 我们不能突破了 那个恶性循环 就跳不出来了 常常时间呢 就这样换过去了 下个大决心 一定要把它改掉 佛在迎接新的一年 都 带着所有的弟子 反省 过去的一年 身口意 有没有犯过失 有没有 伤害众生呢 得罪众生 这些都要 深刻的 来反思 尤其 我们 学习孝经 反思 过去的一年 我们孝道 静得如何 百善 孝为先 呢 而且 我们的 明德要开弦 从 孝道 下说 孝行 我们要把它转成 生活 生活 转成 跟父母的相处了 我们 这次课程呢 跟大家常常谈到 修学要提升呢 一定要解 行 相应 所以 所以季孝行章 讲到 居则 至其 敬 家居当中 不管是 跟父母的 一言一行 都要从 恭敬心当中 出发 甚至于 要多为 父母设想 样 者 至其 乐 病 者 至其 忧 这是我们 有父母可以 奉养 都要好好珍惜 奉养父母的功德 跟奉养佛陀 是平等的 佛在大吉经当中 说的 是若无佛 善是父母 即是是佛 当然我们念着父母的恩呢 要报答不难 我们假如有 念着父母的 怨呢 那 这个要行孝啊 可能会有障碍 而且呀 对父母有怨呢 没有表现出来 叫 富匪 富 肚子 被 诽谤啊 有一个读书人 叫于灵啊 他在当地 成为孝子 那有一个 读书人 刚好有机会啊 去见到文昌帝君 那 当地啊 有一个人叫周吉 他的文章啊 平平 结果啊 这文昌帝君说啊 他会考上 那这个读书人 那这个读书人很惊讶了 他 这种文章才能 不是很突出啊 帝君就说了 他们家 从祖辈啊 为人厚道 积了阴德 所以他会考上 那他就说啊 哇哟 一个孝子啊 叫于灵啊 他怎么会没上呢 帝君就有说了 他想了很好的名啊 哇 其他县世啊 还来向他请教 觉得他是孝子 可是呢 他的内心呢 有对父母的不满 埋怨 所以他考不上公民了 了凡事讯里面有提到啊 名义福也啊 想一个好名声呢 也是福报哦 世间想圣名 他有很好的名声呢 实不符者 名不符实啊 那他想这个圣名 就把他的福报 一点一点折掉了 所以想圣名 实不符者 多有其货啊 因为福报 花花花掉了 入境人亡啊 福报只要没有了 命就没了 所以了凡先生这一段话呢 就提醒我们呢 想虚名好不好啊 世间人这么爱名啊 真的是不知道了凡先生这一段话 不然呢 避名啊 逃名啊 更不会去要这个名啊 那刚好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叫广阳明章啊 这个我们得把它搞清楚啊 这种羊饼是什么 是名府起始啊 水到渠成啊 这不是求来的 好 这个是鱼岭的例子 另外又请问了 哇 还有另外一个人 文笔好得不得了啊 叫玉虫舟啊 他怎么也没上啊 帝君说啊 他命中可以做到失控啊 那个都是现代部长级以上的官子了 可是因为他口才太好 常常常用言语啊 讽刺他人 侵漫他人 好 所以 阴间记载他的口过啊 两千七百多件了 好 他假如再不悔改啊 他的子孙都要列为乞丐了 好 只要他满了三千口过了 他后代就是乞丐的命 好 所以 这个口过啊 不好说完 我们迎接新的一年 这个言语的涵养啊 我们要下大功夫 无量寿经 勉励我们 善父口业 不计他过啊 弟子规也说 道人善即是善 人之之欲失眠 洋人恶即是恶 即是胜 获且做 不要跟人对立 不要去谈人是非 那当然 我们是要把事情论清楚 那这个 是在归过于失事 去提醒对方 不是去养他的恶 或者 要厘清清楚事情 不是说要去攻击谁 把事情谈论清楚 然后进一步 怎么 让这个事情能改善 不要再恶化 甚至于避免再有人受伤害 所以大乘佛法是 论心不论事 看我们的出发点 好 所以 这个 绩效行章 我们 心得一年 好好落实 包含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心得一年 立一个志向 不再让父母 不再让父母因为我担心了 大家敢立吗 人有志心求道 精进不止 慧当刻果 何愿不得 养父母之志 养父母之慧 父母有非常美好的志向 我们能够去帮他 完成 父母会觉得 非常的欣慰 我就见过我们同学当中 对师长 非常的崇敬 很愿意跟着老人家 弘法立身 不过他年纪大了 他寄望于 自己的儿女 儿女 愿意承担 那这个给父母 很大的安慰 还有养父母之慧 智慧要增长 一定要多念佛 因为多念佛 妄念就少 烦恼就少 烦恼轻 智慧才能长 我们 智慧越提升 我们才能去 互念到自己 父母的修行 所以我们 面对姻缘要清楚 对上是感化 平辈也是劝话 对下是教话 可不要对父母讲话的态度 像老师对学生 这样父母听起来是很难受的 而且论语提醒我们 君子信而后见了 要劝人 尤其你要劝长辈 要互念长辈 信任是基础 假如我们都很让父母操心 我们还要劝他修行 你看父母能不能接受 听两句眼睛瞪大 你自己管好就不错了 你还 你还来讲我 那 没有性论基础 我们就很喜欢 跟人家讲道理 这叫攀缘 这叫好为人师 为什么我们在攀缘的时候 自己还不知道 就是这个习气太重了 人的习气能扶得住啊 他的心是敏锐的 他能感觉到实际不到 不可强求 我们有时候就是一种 执着静上来了 就如入无人之境了 讲啊讲啊 父母的脸都开始通红了 还继续讲 这个都是不能查颜观色的 所以要劝父母啊 一定要我们做到啊 让父母认可 甚至是让父母佩服 这个缘就比较成熟了 所以真的 我们真要养父母身心智慧 我们自己在自身要下很大的功夫啊 这些缘呢 才比较成熟了 我们真正这个孝心发出来 就很有动力 早一点 让父母啊 认可 我们才好更好的互念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的啊 广阳明章 第十四 我们 这几章啊 都是在进一步啊 全是开宗明一章 我们前面讲的 广要道章 广自得章 这一章是广阳明章 因为 开宗明一章就讲到了 立身行道 阳明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中也 所以孝道的终极目标 自己能够立身行道 成圣成贤 对当前跟后世的人 做出贡献 扬明于后世 来显耀父母 祖宗 这个是孝道的终极目标 当然这个成圣成贤 是十字 灵归 不是去昊明的 而对于我们学佛的人 一人得到 九主 升天 那我们知道 这个 成就 的功德力 可以让 九主 都得到莫大的福报 我们 我们迎水 施源 那这一生 我们 下定目标 装身于千古圣贤之列 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 不再搞轮回 要往生成就 当生成就 这个就算 得到了 不只报了祖先的恩 四恩总报了 父母恩 国家恩 施掌恩 众生恩 好 我们来看 经文 子曰 君子之士清孝 故忠可疑于君 我们能 疑孝 作忠 把侍奉父母 九岁的时候 对自己父亲 照顾是 体贴入围 那皇乡 皇乡后来当了官 他当到 好像是 上书令 当的官 还是很高 所以终可疑于君 他没有尽心 竭力 不可能受到皇上 不可能受到皇上这么高的官职 信任 那我们举一个 那我们举一个中可疑于君的例子 在周朝 在周朝 郑国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个在左传一开头就讲到了 郑伯克断于焉 郑国 国君 郑庄公 跟他的亲弟弟 产生冲突 孔子 谈到这件事 孔子的一句话当中 就对这个事件的人 有 评断 郑伯 这个庄公应该是公 怎么叫他伯 这个就 他的行为 错误了 就在这个称谓当中 就有贬他了 兄弟之间用哪个字 克 那不是兄弟相产了吗 他的弟弟本身也是贵族 也是世子 要称他的名段 因为他弟弟 当弟弟谋反了 所以孔子这个春秋里面 一字都有褒贬在里面 那因为弟弟被母亲 这个宠坏了 那母亲为什么对 郑庄公 很不喜爱呢 因为郑庄公 他要生出来的时候 他母亲难产 所以后来给他取一个名字 叫悟生 其实这里也提醒我们 当父母的人 不能记孩子的不好 你把那个不好放在心上呢 彼此的缘分呢 就会变化 你看慢慢 这个埋怨放在心上 继续做大 最后什么 最后兄弟相残 你看 他这个大妈妈呢 面对这个情境 这个结果 他也很痛苦 可是根源在哪 根源在他把孩子 的这个过去的事 他放在心上 况且这个孩子 他也不是故意的 刚好难产 好 所以我们都不能忽略掉 把亲戚朋友的 不好放在心上 你记这个愿呢 他慢慢慢慢发展了 最后都会呈现 不好的结果出来 我们心上只放人家的好 不放人家的不好 尤其修行人 要明理 深信因果 别人怎么对我 是我的因果 他对我不好 是我中的前因 他现在对我不好 我这个前因就爆掉了 再还掉了 就不愿了 所以深信因果 是一铁良药 假如我们现在心上 还有对某个人愿 我们这一铁药还没有吃下去 不然这一铁药很好用 佛法真管用 那这个郑庄公很生气了 母亲对我不好 把弟弟宠成这个样子 弟弟还模反 最后郑庄公 在很生气的情况之下就说了 我跟我母亲 我到黄泉不相见了 这话说出去了 自己是国君了 一言即出 是马难追了 所以诸位同学 绝对不要讲气话 情绪一上来了 一定要提醒自己 不要开口 心平气和 才能演 不能这个气话一出去 可能对方 记一辈子都说不定 历任歌体 恒意和 恶语伤人 六月寒 那郑庄公讲出去 说不回来了 那他郑国有一个臣子 叫尹考淑 是个孝子 他被封在尹川 这个地方 就是他是点手 尹川这个地方的官员 那他听到 自己的国君 立不愿在 跟他母亲相见的誓言 而且 也了解到 庄公很后悔 那自己国君 每天很后悔 很难过 当臣子的应该怎么样 解军之忧 所以他就 买了礼物 去献给郑庄公 那古代要礼尚往来 他们买了礼物 献给郑庄公 郑庄公 一 请他 吃饭 来回礼 就 吃他 吃一餐饭 结果 尹考塾在吃饭的时候 他就把 国君 给的这个食物当中的肉 就放在一旁 没吃 庄公就问了 你怎么不吃 他说 小人 有母亲 我 所能提供的食物 我母亲都吃过了 但是我母亲 没有吃过 国君 赏识的东西 没有吃过国君 赏识的肉 所以 可不可以 跟 国君 恳请一下 让我拿回去 供养我母亲 庄公一听 哎呀 你都有母亲 可以奉养 我没了 我没机会了 看君王 已经表达这种 很深的遗憾 进一步 你告诉 国君 你不要担忧了 我有一个 方法 我们挖地 把它挖深 挖到地底下去 可能有那个地下水 地底下的水 写在那里流 那不就叫黄泉吗 因为它颜色都是黄对吧 那我们挖到地底下去 然后你跟你的母亲就在地底下相见了 对了在黄泉相见了 那有谁说不行呢 确实是黄泉的 那庄公一听完 这个建议好 后来母子就相见了 这个闲戏就化掉了 那后来 后世的读书人 有一位王映兆 就对这个故事说到了 只有天下的孝子 能够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交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 负责也 他懂得孝了 他不只孝自己的父母 他也会去体恤别人的父母 都不容易 所以他想国君讲这样的话 那他的母亲现在不知道有多难过了 那国君也难过 怎么赶快化解这个问题 所以银考俗 他叫沙盘推演 我只要送礼物了 国君会请我吃饭了 他很用心的沙盘推演 那后来国君也因为他一句 劝情 他就领悟了 然后愿意跟父母 母亲和好如初 他本身是一个孝子 他一笑作忠 而且他这么一劝 不只是对国君的忠 大家想一想 一家人一国心人 一家让一国心让 现在是国君自己 不愿见母亲 那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 对他国家有没有影响 大家注意 一个团体里面有负面的 他就会开始影响 其他的人 所以银考俗 他这么有智慧的大臣 他应该是有考虑到 这个会对全国有 不好的影响 你底下的臣子 他假如有不孝的行为 人家说你怎么会这样 国君都这样啊 为什么我不想 那国家的风隙啊 可能慢慢慢慢 就受到不孝的负面影响 所以其实忠臣在静忠当中啊 不只是对国君的忠 很可能呢 也是对整个百姓的爱护 有时候那个忠 甚至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君王不高兴呢 可能都来杀身之祸 但是为了天下苍生 也为了不限君于不义 冒着生命危险去劝 所以这些忠臣是很 令啊 我们后世的人胆佩 甚至于他们在做的时候 都是惊天地啊 气鬼神啊 这都会有感应的啊 好 所以君子之士清孝 故忠可疑于君 下一句呢 士凶替啊 故顺可疑于长 士奉兄长 能静替道 所以可以把这种 恭敬心呢 转移到 对长上的顺从 在家庭当中 父母 兄长 是我们一个缘分 那借由这个缘分 把我们的孝心 啊 这个替心 恭敬 哥哥姐姐的心 能够 显发出来了 开发出来了 我们内化了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 哥哥姐姐 所以 交以替 所以敬天下之 为人 凶则也 自己在家庭当中 养成对哥哥姐姐的 恭敬 感恩 哥哥姐姐都照顾我们了 就像 唐朝礼姬 他被 封为 啊 啊 茂国公啊 啊 那是 贞观时期的功臣啊 啊 他本来叫徐姬啊 唐太宗 赐他理性啊 后世称他礼姬啊 他年龄很大了 胡子很长啊 结果 有一次啊 他姐姐 啊 病了 啊 结果啊 他就亲自啊 给他姐姐煮桌啊 啊 煮的时候啊 可能风大 逆方向吹过来 这火就烧到他的胡子了 他姐姐看到了 哎呀 我们家里 底下的人那么多啊 你让他们做就好了 你何苦这样呢 李姬讲了 我年纪大了 你年纪更大 以后啊 很难 有机会啊 再替姐姐 诅咒啊 再替姐姐服务了 所以 哥哥姐姐对我们的好 我们都放在心上 就会想着要去报答 这个恩 所以对兄长啊 就有恭敬了 的态度 那养成呢 就像我自己回想 学生时代到同学家 同学会介绍他家里的人呢 这个是我父亲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那当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这是我父亲 哦 父亲 你爸爸 你会生起什么心境呢 我当时候就感觉 比方说这是我姐姐 这是我哥哥 我们那种对姐姐的态度啊 很自然就会提起来 顺可 以于掌 我们从家庭出去 在工作职场上 甚至在学校里面 看到比我们年长的 我们懂得顺从 那居家里啊 故自可 以观 在家做事啊 有条 有理啊 所以可以把这种方法转移到 对处理 这些证悟 不管是 做人 做事的原理原则啊 都能够转移 都能够用上了 就像我们很熟悉的 正联税理 我也遇过一些企业家 他员工也不少 然后 有的就提到了 哇 以前那正联 他们一千人住在一起啊 言下之意啊 他现在 三代 三代 父母 跟自己夫妻 还有小孩住在一起啊 他就一个头两个大了 婆媳关系啊 他就已经 不知道如何是好啊 那大家想一想 一千个人住在一起啊 所以这个居家里可不简单啊 这个明太祖 朱元璋 他看到正联家 有一千口人啊 我想他应该也会很佩服啊 因为 这个明太祖家里的事啊 我看也 他也是挺烦的啊 你看到最后 他的儿子 把他孙子的 皇帝的位置给 抢下来了 他的孙子还逃亡了 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但是 假如这一个人 能把大家族都能治理好 那他要 去当官了 我想不困难了 那正联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启示了 那个明太祖应该是很佩服 到底他是怎么办到的 给他出了一个题目 送给他两颗水梨啊 看他怎么分 这个正联 回到家里 不慌不忙 搬两个大水缸来 然后一边一个啊 把梨子集碎啊 那个汁就渗到整个水缸 每个人喝一杯 平等对待 就和睦相处了 所以能能够把 啊 人民啊 甚至官员带领好啊 也是要大公无私的 平等对待 啊 你平等了 人心就平了 就服了 啊 就像我们 上一节课说到的 哦 啊 这个 这个 刘振州 他 处理啊 他回到自己的 故乡啊 当总督啊 那么大的官 啊 他要平等对待 百姓哦 他故乡里面他的亲戚多不多啊 很多 你看他怎么处理 啊 请礼法都经过了 啊 先很好的 招待 亲戚朋友 十天 让大家 吃的喝的痛快 啊 然后 要 上任前一天 啊 流着泪啊 送这些亲戚朋友 送这些亲戚朋友 而且还用 送他们经营筹断 然后啊 流着泪说啊 啊 从明天开始啊 因为啊 关明啊 还是有别的啊 啊 我就不能像 以前一样啊 怎么跟你们 怎么痛痛快快 吃饭喝酒了 啊 我就要平等 对待 所有的百姓了 那这些亲戚朋友 也很感动啊 当然要支持他做总督了 那百姓一看了 哇他都平等了 一下子 他管的境内啊 都服气了 马上 社会质量就非常好 风气就很好 这些事例啊 真的都教我们怎么做人 怎么处理事了 好 现在人有一句话叫 家家有本了 难念的经啊 要把自己的家里团结好啊 我感觉对现代人来讲 都是个课题 陈德啊 有观察 现在女子啊 佩服她丈夫的哦 很少遇到 哎 那 假如夫妻啊 都 不能 这个团结起来啊 那时候能够去当好父母官呢 这个也不简单了 啊 啊 所谓静处不能感动啊 未有能及原则啊 啊 所以这一句话对 对这一 校经这一句也很有 一种呼应 诠释 净处不能感动 未有能及原则 小事不能调理啊 未有能自大者 啊 你家里的事 范围比较小 你这处理不好啊 你怎么处理大事呢 啊 自家子弟不率规矩啊 你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啊 你要去 教这个地区的 孩子 一家子弟 哦 不能 调整到有规矩啊 为了能教化他人长 好 所以大学的次第 生修而后加起 加起而后 国制 我们要利益国家社会 应该是加起 为基础的 哦 我们看一下群书制药 七十九页啊 修其自评 七十九页啊 一百零一句 啊 我刚刚 提到说 啊 我见到啊 佩服自己丈夫的人啊 的女太太不多 啊 甚至一 会在人前呢 批评自己的丈夫 这个犯了 兵家大忌 不是犯了夫妻相处的大忌 女人最傻就是不给自己的贤身面子 男人是阳刚 你不给他面子他他会很难受的 啊 当然我讲这一段啊 不要男同胞 对啊对啊 他们就是太过分了 现在五轮关系里面 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 我们自己要先做对啊 不要去要求 不要去指责 要求本身 就是不妥当的 要求就是一种贪求了 有这种心的时候会显得强势 而且啊 求不到了又生烦恼 什么事情啊 应该都是啊 让他水到渠成 不是要求来的 甚至于是自己啊 感召来的 好 比方说人 那希望别人理解自己 求别人理解 求不到就 生烦恼 应该转个念了 不要去要求 应该深信因果 我种下理解的因 自然会收得 别人理解我的果 一切都不离因果 家里面都有一种 无形的循环 比方说 我都要求家里人 家里人也会要求我 它会互相影响啊 最后要求来要求去 大家都很不愉快 各相折啊 天翻 地覆了 假如我们是 先去理解对方 对方一感动 感动啊 人的善根就会流出来了 所以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理解人者 人恒理解之 好 况且 我们古人留了两句话给我们 待人处事皆无两句 棘手不欲 勿施于人 别人一直要求我 我很难受 我也不这么去对别人 还有另一句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太太不够尊重我 我反求诸己啊 我做的 我做的还不够啊 好 当然 讲这一段 我们还是守住忠树存心 别人不理解我 我能包容 这个叫言以律己 但是我要常常去理解别人 宽以待人 我们看这一句 经文呢 君子口无细念之言 君子开口说话 不说啊 开玩笑的言语 言必有防 他的言语啊 必定 是有 自我的一个 约束的 不会很放任言语 对人是有尊重的 当然呢 这个意思是 不能有轻慢人的心 然后又 进一步还有言语出去了 这玩笑话呢 往往是不够尊重人 耶语他人 这个不包含幽默 在这个时代 缺乏幽默感是不想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活着已经 挺辛苦的 现在人 从小 读书 这种工业 大家都 身心都比较不 不够放松 这个时候幽默 拿自己幽默 你拿别人 那就不叫幽默了 拿别人 那就有一点挖苦别人 不尊重别人 那身无细虐 那身无细虐之行 行必有减 自身 没有这个 轻慢玩笑的行为 行为必定 减点 谨慎 所以言必有房 行必有减 你的言行多 很恭敬 守规矩啊 你种下这个因呢 感什么果呢 虽妻妾不可得而独也 虽朋友不可得而狭也 即使是你的太太 也不会因为跟你很清静 而对你无礼啊 即使是朋友啊 也不会因为跟你很熟悉啊 对你轻慢 所以事宜啊 不愿怒 而叫行于闺门 不见于啊 而风声话乎相当 就是君子啊 不用严厉训斥 他人 但他的身教啊 就会影响到 整个家族了 不用 规劝 告诫 他乡里的人 那个良好的风气啊 就能教化整个 乡里 哦 哎 这个是 真的哦 啊 你看 许恒新竹 许恒原草 啊 当时候 算是啊 宋末 原初 啊 很多人 在逃难啊 啊 结果 逃难的过程呢 啊 刚好 路边呢 有种水梨啊 哇 那 大众看到了 赶紧的拿水梨来吃了 结果 许恒 没有拿 那旁边的人吃啊吃啊 自己也 每个人都有良心啊 你看 这个许恒都不吃啊 哦 就问他哎 你怎么不吃啊 许恒说 这个梨有人的 哦 那对方说呢 现在什么时期的 这个梨没有主人啊 啊 许恒说 梨子可以没有主人了 我的心不能没有主人了 哎 我们看这个读书人在谈话哦 真的是很有涵养 哦 哦 比方你说 梨子有主人呢 对方说什么时代的 没有主人 哦 假如是我 我说一定有了 我可能就跟他争辩起来 哦 那心地不够柔软 我 可以跟他 争个对错不可 明明就有啊 那 你真到最后 我看可能会被打一顿 什么 哦 你看那个言语 离可能没有主人 你看也是横顺众生的 可是 他没有要求别人啊 哎我的心要有主人 他没有说你的心要有主人 没有啊 我的心要有主人 你看他有这个涵养 他在的那个地方呢 这个果树啊 果子掉地上了 当地的小孩都不会去捡 都不贪这个东西 因为许恒住在那里啊 这个正极化人啊 哦 所以 这个 我们看经文里面 赢了孟子的话 大人正悟啊 而悟正者 盖子之味 应该 就是指这个意思吧 就是一个君子 他无戏虐之言 无戏虐之想 啊 他就能让家里的人 哦 不会啊 对他无礼 会对他佩服 这一乡的人 这一个灵里的人呢 啊 也都会受他很好的影响 好 好 所以在德育故事里面呢 很多这样的榜样 好 自己做的好了 影响一方 那这一段话呢 也让我们反思了 那太太 会对我没礼貌 是结果 原因在哪 可能我有不够自重的地方 可能我自己也乱开玩笑啊 哦 朋友 哦 会对我 轻慢 那你不能怪他 是不是我自己 的行为 招感来人家的轻慢 哦 所以这一段话 也给我们 一些 思考 好 在 德育故事当中 有一个 故事啊 大家应该 都有听过 有一个成语啊 叫举暗其美 就是这个 梁洪 啊 取了这个 这个梦光 哦 那梦光啊 算是 家庭环境不错的 哦 但是这个 梁洪啊 虽然家事没有很显赫 但他也是很有德 哦 所以 他太太也是很佩服他 他们 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兵 哦 所以 举暗其美 啊 所以 就是 互相 尊重 结果他夫妻相处的 情况啊 被 有地位的人看到了 人家就觉得 哇 他能够让另外一半 对他这么恭敬啊 他一定 是很有修养 就重用他 啊 这个也是居家里啊 能够 做到家里人这么敬佩他 这个人做人做事啊 一定很有涵养 哦 所以故自可 疑于观了 哦 那 这个校经啊 实在 也是一部啊 管理哲学啊 啊 因为这一 这一部经就是用校来治天下 那当然也可以治企业团体哦 啊 而其中这一句 哎 我们 啊 要 提拔人才的说完 要观察 他的家庭 啊 人心 团不团结 啊 他的环境 整不整洁 因为整个环境也是自己心的反射 啊 啊 衣抱随着震暴转 啊 家庭脏不脏乱 整不整齐 是新 啊 他亲人之间相处的情况 也是衣抱 啊 啊 都随着他的 的心转了 好 所以日本 的企业啊 我在 很早以前呢 啊 好 因为我小时候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过去生的习气吧 啊 啊 我看到那个 电影里面 啊 啊 那个大企业家 我就很向往 啊 小时候回外婆家就开始做生意 所以人都有过去生的习气啊 嗯 那就会读什么 送下信之书的书 哦 因为他是经营之神啊 哎 就有看到哦 他们日本 企业 他要重用一个 主管 他一定 会 去他们家做家法 充分了解 他家里的情况 哎 到底他是不是是不是真正 有修养 真正有孝心 真正 有情意 道义 啊 在他的家庭里面 可以观察到 好 好 所以啊 啊 君子 所居于 则化 啊 顾可 宜于 官也 他的家庭 他所在的邻里啊 都被他感化 好 所以 啊 他这个做人做事啊 就可以用在 办政治上 啊 在当官上 啊 所以事已啊 行臣于内 而名利于后事已 啊 因为君子啊 能把前面三件事 都做好 是清孝 啊 中可于君 是兄弟 顺可于长 居家里 智可于官 啊 这三种德行 啊 根基 啊 都立得 很深 啊 都做得很尽力了 啊 那将来 他当官了 就能建立工业 为国家社会真正 做出贡献 好 我们说立德 立功 人生三不朽啊 但是立德是在前面 立功 接着立严 那立了功了 他真正有贡献了 那他美好的名声 这个行臣于内 啊 这三个 德行啊 扎得很深 啊 那名利于后事 这美好的名声 自然会 流传到后事 那我们 举啊 大家最熟悉的例子 这个大顺 那他真的 士亲呢 啊 然后对待 兄弟姐妹 哦 包含 他把整个家 哦 本来是 要陷害他 最后啊 都被他感动了 那他 最后也是 德为圣人 尊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中庙享之 子孙宝之 他后代 受到他辟印了 而且中华儿女 没有一个人 不认识大顺 这个名利于 后事 好 啊 我们这一节课 先到这里 我们到五十分 再回来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这个 广阳明章 第十四 我们举 女子啊 她也是 形成于内 而明立于后世 的榜样 像 明朝 夏成明的妻子 王氏 她是 无习 江苏 无习 这个地方的 农民 农民人家的女子 当时候啊 家里很贫穷 哦 遇到荒连了 好 那她当时呢 夫家 丈夫啊 偏偏 刚好出门去了 那这个王氏啊 他就很勤奋 纷纷 纷 工作 工作 来啊 糟糠 就米糠 和野菜 来冲击 这样做了很多年了 他的婆婆 刚好偶然 走进厨房里 老人家可能觉得 媳妇端出来 给他们吃的应该 他也是吃这个 就刚好走进去 一看 他媳妇可能也没注意到 远远看 媳妇在 吃着野菜米糠 当场 这个婆婆 就流下泪来了 后来这个王室 活到八十多岁 八十余 而且这个王室之后是无疾而终 然后家人 他走的时候应该是晚上 他家里的人 都感觉到 好像有很多这种 很美妙的音乐 出现 就是天上的天神 来迎接王室 所以这个笑感动天 他的果报也很殊胜 他同里 同一个乡里的读书人 共生 每一次过他们家的门 一定是在他们家的门口 局三个宫 就门外 做三个衣 我们以前古人是做衣 就是很礼敬 来向 这个王室致敬 所以 他等于是影响一个地方的人 连读书人 都这么敬佩他 这个也是 他形成于内 他的德行 确实 非常的崇高 然后当世的人 就这么敬佩他 那我们现在是后世的人 读到他们的情谊 也就是很感动 还有一个例子 陈德也是觉得 应该前面 好像也跟大家有提过 唐朝 有一个 女子 他当乞丐 他姓李 嫁给张家 而且他长得算是 很庄严的 相貌很好 他三十余岁而已 还很年轻 他的 这个 婆婆 眼睛瞎了 他先生已经 不在了 他独自 抚养他 瞎了眼的 婆婆 婆婆跟着他去 祈祷 而且他婆婆的个性 很急 而且 也是很刚愉 就很 傲慢强势 有时候 还会骂他 揍他 还有这个很有钱的富翁呢 就 趁着 好像看他婆婆 对他很不好玩 然后就 说我拿一百两 娶你做太太 那这个 这个李氏啊 就非常严肃啊 对这个 富翁讲啊 我宁可随我的婆婆饿死啊 我也不会再嫁的 而且也有一些 年轻的男子啊 常常都 会 用这个银子啊 还有很漂亮的衣服 首饰啊 要送他 就是去引诱他 然后都被他喝斥 那些东西都被他扔回来了 那后来啊 他的婆婆去世了 他也尽他的权力啊 把他安葬好 后来他就出家了 薛法维尼啊 到八十八岁 很长寿啊 然后端坐念佛 没有生病 就往生极的世界了 其实这两个故事啊 我们读起来都会头皮发麻 然后也体会 人生有没有吃亏的啊 你这么难 你坚持做下去了 真的 这个果报啊 都很殊胜 而且这些榜样啊 就让我们感觉 他那么难都能做到了 我们现在 不算什么 因为乞丐已经很苦了 他女人当乞丐啊 那就更苦了 以乞讨来奉养 婆婆啊 是很难的 而且呢 又是奉养的是瞎了眼的婆婆啊 那就更不容易了 更难了 那他婆婆瞎了眼 而且还很急躁 还很强势 还很高闭 动不动就会骂 就会骂他 那真的是 自苦自难啊 而且他又是 以非常有容色的女子 而且又有才能呢 来侍奉 瞎了眼 又刚愎之用的婆婆 那等于是 出自苦自难的境界啊 最后能够忠养 他的婆婆 那真是很令人的 可亲可配啊 他也是 名利于后世 我们现在讲这个故事 有一个好处 他是阿维耶治菩萨 他会加持我 而且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啊 就跟他结了缘 我们就 得阿维耶治菩萨的护念啊 结这种缘是很好啊 因为阿维耶治菩萨 他已经是 众生起心动念了 他都知道了 他都能收到了 好 我们 再来看 见真章啊 见真章啊 第十五 那这一章啊 说明 为人子 为人臣 在我们 这个时代啊 可以再延伸到 为人学生 因为 就像陈德 从事教学工作 我自己也是成年才学的 自己还有很多缺点 很多习记要对峙 那自己有过失没看到 学生来提醒了 那很感谢感激啊 为什么 你一个当老师的人做错了 不知道啊 这样的因果啊 比一般的人重啊 所以这些礼啊 都能延伸开来 所以看到自己父母 领导有过失啊 都有劝谏的本分 义务 来帮助父母 领导啊 改过 以免呢 以免呢 陷父母 领导 于不义啊 那这一段是因为 曾子的提问呢 那孔子 顺着这个姻缘 特别发挥 这个见真的重要 就劝见 这个真呢 也是距离啊 来互念 经文里提到了 曾子曰 若夫慈爱 恭敬 安清 阳明 则闻命已 敢问子 重复之令 可谓效忽 这里讲文命啊 文是听到 命呢 命可以做命令 也可以做指教 意思就是 真子说了 关于 父子啊 你前面讲到的 慈爱 前面父子有讲到 父子之性 天性也 父母爱子女 是天性的 子女 效父母 是天性的 慈爱 讲到恭敬 对父母要恭敬 安清 要把父母照顾好啊 居则至其敬 样则至其乐 病则至其忧 这个都是 照顾好 安顿好父母啊 还有阳明 这些道理啊 都已经听人 听灵 指教了 文命啊 福子 这些指教啊 弟子听过了 也很受教 进一步啊 他请教了 请问 为人子的一切都听从 父亲的命令 这样可以说是 笑吗 我们看 注解里啊 讲到了 其实这个注解 也点出来啊 真子的提问 他他为什么会觉得 都听父亲的话 这样可以算是笑吧 注解说到了 事奉父母啊 要有影而无犯 无犯 不冒犯父母 有影啊就是 有时候啊 像我们 在海外 有一点情况啊 怕在家里的父母担心了 所以有影 但不能 冒犯父母 对老师呢 无影无犯 不能老师不好指导我们 对君王呢 或者对领导呢 无影啊 有犯 有时候要犯言直见 有时候君王不听 我们得据理力真呢 不然可能会出大事情了 那我们看 这个君王啊 或者领导 我们要犯言直见 但四君说 思路也 劝几次啊 三次 劝不动了 缘不成熟 不能勉强 因为毕竟不是 血缘至轻 这就是一种缘分的差异 不是说心不一样 心都是用真心 但是面对不同的因缘 那种应对啊 是不一样的 对父母呢 是父母基见 不能冒犯父母啊 但是呢 劝父母啊 是必要的 而且都是啊 父母那个错啊 才有一点征兆 基见就是 一有一些征兆 我们就要赶快劝了 见智不从 父母不能接受 又敬不为 不是犯言直见 父母 这个不接受了 一样恭敬 不强求 敬不如月父见 劝了不听 等父母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再说 再劝 所以那个父字啊 就是 父母还不能听劝呢 要不断的劝 因为这一生的缘 就是轻生骨肉啊 那 所以 这个 真子啊 他可能理解这个无犯呢 那就是都要听话了 那 这个又 论语里面又说 又敬不为啊 不能违背啊 但是 可能理解的 还不够 圆融 透彻 所以他提出来啊 那这个态度也是很 很重要 那对老师 把自己所理解的 适当的时候要表达出来 不然夫子也不知道 他的理解 他的认知啊 那我们想一想 大家有没有 比方说你向这个老师学习 那有机会 刚好跟老师吃顿饭 喝杯茶 那我们有没有把 自己学的情况 理解的 跟老师 回报一下 我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那这一段就要学真子了 那有回报啊 才知道理解的怎么样 我感觉啊 我们现在学习 这一点也缺乏 跟老师坐在一起 头头地地的 可能是比较害羞的那一项 但是这种学习的机会啊 还是要请教的机会 还是要掌握住 而且说实在的 我们因为啊 从小不是在大家庭成长起来 领悟能力啊 不比以前的人 所以很可能会领悟偏了 所以还是要多请示汇报 还是比较好 那 真子这么表达了 孔子接着说了 子曰适合言语适合言语啊 翻成白话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诸解里面说了 有非而从啊 父母有错误了 你还顺着他 那不是臣妇不义吗 你不是献父亲于不义吗 这在理上讲不通啊 理所不可 故在言之啊 就觉得你讲这个不妥啊 错误了 而且太偏了 所以重复两次 适合言语 适合言语啊 接着 我们看 孔子讲到了 习者 天子有正成欺人 虽无道 虽无道 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正成五人 虽无道 不失其果 大夫有正成三人 虽无道 不失其家 孔子提到了 习者就在过去 在古代啊 天子呢 有肯劝见他的 臣子欺人 即使天子啊 无道 还不会失掉 其天下 诸侯有五位 可以直言 劝告他的臣子 即便呢 这个诸侯无道 还不会失掉 其果 我们待会儿 再举例子来说明 清大夫 有三位 直言 劝谏的 家臣 即使大夫 无道 还不会 失掉其家 那在 这一段当中 我们看 注解 这个将杀以恶 尊备之差 因为一开始是 天子是七人 接着诸侯是五人 你看 减两个了 我们看古代 比方说 家庙 天子的家庙 他有 左三昭 右三目 然后中间呢 是他们的始祖 比方说周朝的始祖 就是后继 那周朝的天子 有七个庙 七个 家庙 诸侯呢 就是五庙 清大夫 三庙 你看这个 差两 两个数 这个就是彰显 尊卑 包含 穿的衣服 天子 衣服上面 日月星辰 的树木 当然那些都有表法的 日月你要照顾百姓的 要效法天地日月 天无师父 地无师在 日月无师照 可是呢 这些图案的数量 到诸侯就降一等 到清大夫那更降 所以这个古代 你看衣冠文物啊 你的衣服 甚至你住的地方 住的 你是诸侯住什么房子 大夫住什么房子 都是有讲究的 好 所以这里 朱杰讲到了 虽无道啊 因为啊 有正成 则终不至 是天下 王家国 我们举一个 唐朝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前面呢 有提到过 就是寒高 敬 户 这个寒高 很孝顺 那个户啊 是唐朝 当官的人 他上朝 拿了一个板子 可以帮忙呢 记事情 你上朝要汇报事情呢 记下来 怕临时忘了 还可以看 而这个 户啊 是他的爷爷 寒凶 传给他爸爸 再来传给他 所以 所以他对这个户啊 非常恭敬 这个户是他爸爸 爷爷拿过的 这个户里面 有他 爷爷 父亲的精神 在里面 三代 都是 很大的官 都是忠臣 那刚好 谈到这个天子 有正成七人 我们就举案 这个寒高的 爷爷 寒凶 那寒凶啊 身性非常的正直 他 做到的宰相呢 他还是非常的 守正不阿 大公无私 都是从国家的 厉害面去着想 绝对啊 不会讲 诗人的情面 所以当时候 有很好的 名誉 他侍奉 唐玄宗 那唐玄宗 有时候啊 在 皇宫里面 的圆子啊 可能 爱玩了 就打猎了 或者 铺张的呢 在那里 奏乐 玩乐啊 然后在那里玩的时候啊 他会突然 问问旁边的人 问问旁边 哎 含羞知不知道我在玩呢 哦 啊 他这么一问呢 果然呢 不一会啊 含羞劝皇上的作者啊 就到了 哦 啊 这个君臣 挺有默契的啊 是 有一次啊 这唐玄宗呢 在照镜子啊 心里很不高兴啊 一声也没想 啊 这个左右的人 还会查阴观色 看皇上不高兴啊 然后呢 就趁机说话了 哎呀 这个含羞做的宰相啊 皇帝啊 你没有一天欢喜的 你不如把他赶走了吧 哦 你何苦呢 啊 这个玄宗啊 就说了 就是含羞做的宰相之后 虽然 我瘦了一圈了 哦 可能照镜子也看到 瘦了一圈了 可是天下的百姓啊 都肥了 天下的百姓都得利益了 哎 这个玄宗啊 又举了另外一个大臣 啊 说这个萧 松啊 他每一次来见我啊 我听得很舒服啊 他就顺从我的意思 我当时候听得很热啊 可是回去一想 心里很不安 啊 都是来讨好我的 哦 所以含羞虽然竭力反对我 我当时候觉得很烦恼 可是回去一想啊 啊 就对我心里很安满 他讲的还是对啊 哦 哦 哦 所以我用了含羞做宰相 是为了国家 哦 哦 不是为了我个人啊 哦 所以他当天使当皇帝啊 哦 有真真劝谏的人 他就会 冷静下来了 不会出什么大错啊 哦 哦 那我们都知道啊 唐玄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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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成就了 开元之志啊 比真观之志兴盛的时间还要长 也是因为啊 有正直的大臣 像含羞这样的大臣 可是我们也知道历史当中啊 差一点就把唐朝断送的是安死之乱 也是在唐玄宗的手上啊 你看盛世是唐玄宗成就的 大乱也是唐玄宗造成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 有肯劝谏的大臣太重要了 因为含羞后来年纪大了 还有一个张九龄啊 也是劝谏的大臣 所以当时候的人写了一首诗啊 叫九龄一老寒羞死啊 这两个最重要的大臣 一个死了 一个老了走不动了 明朝不复见书来啊 以后看不到这种劝谏的奏折来了 没人提醒了 啊又有李灵府啊 杨国宗这样还会惨媚巴结的臣子 趁虚而入了啊 杨贵妃又出现了啊 整个就败下来啊 哦 这个是啊 从天子啊 的势力啊 诸侯有正成五人啊 啊 虽无道不是其果啊 啊 我们都知道啊 春秋时候啊啊 为灵公 为国 他也是无道啊 啊 而且 孔子啊 到了他国家去了 他也是啊 有尊贤之名啊 没有尊贤之死 他很厚名 哇 都人家都赞叹他 他非常尊贤 可是孔子劝他的他没有听 然后要出游的时候啊 居然跟男子坐在车上 然后把孔子啊 放在后面的车子 啊 所以他没有道 可是他身边呢 确实有正成的 哦 论语当中也有提到这个臣子 直在死于啊 死于非常正直 啊 帮有道如死 帮无道如死 啊 就是不管 遇到好的国君 还是不好的国君呢 他还是 很正直 去劝诫君王 哪怕这个君王啊 没有德行啊 他也会不顾身世去劝 那当时候 那当时候 这个 魏灵公啊 啊 用了 不好的臣子 啊 迷子侠 非常 惨媚巴结 那这个死于啊 一直劝呢 没有劝动啊 后来死于去世了 去世前呢 都快断气了 交代他的儿子 我死了之后啊 我的棺木不能放在正厅 因为啊 我的君王 我没有劝他回头 我失职 所以你呢 只要把我放在旁边的窗户底下就好了 这个魏灵公啊 他这么重要的大臣去世啊 他一个国君一定是要来调宴的 结果他一进他们家一看 马上大骂他的儿子 你这个不孝子啊 你怎么把你父亲的棺木放在旁边呢 没有放在政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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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儿子就跟国君说了 啊 我父亲呢 零死前交代我的啊 他没有资格放在政厅啊 国君他没有劝动啊 他劝国君不要用奸臣迷子下 要用这个良臣去搏欲啊 国君一听很震撼了 死了都劝他啊 这叫死贱啊 啊 啊 魏灵公啊 回去之后啊 就霸出谜子下 就重新再启用了 去搏欲了 好 所以这个是以国 一个国家有这个政成呢 所以无道啊 却是不失其果 好 好 啊 我们再看呢 啊 这个 下一句啊 事有真有啊 则身不离于令明 啊 令是善 善也 这个注解当中说的 义者善有啊 有质有量 有多文 首先是有质啊 正直的朋友 啊 了凡视讯也说到了 啊 有质量亦有啊 啊 面公其非啊 啊 他能够接受 这个人有福报了 哦 哦 所以这一句经文呢 就是表达了啊 言 读书人呢 受 朋友的忠告 故 不会 犯下 啊 违背 经典 违背道德的事情 所以不会失去其美名 其善名 哦 哦 那富有真子 折身 不限于 不义 啊 啊 注解里面讲呢 父亲 有过失 啊 儿子啊 劝贱 那父亲就 免陷于 不义了 啊 啊 父母啊就不会做出啊 不道德 不道德 不道义的 行为了 啊 所以 经文接下来讲了 啊 固当不义 则子不可以 不振其父 成 不可以不振于君 啊 啊 父母有 不义的行为 啊 儿女不可以不直言 劝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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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味顺从啊 啊 那就会陷父母于不义了 那当领导啊 啊 啊 要做不义的 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做下属的 做臣子的 就不可以不直言劝主 啊 啊 故当不义则正知啊 啊 重复之令 又焉得为孝乎 好 所以父母 啊 啊 还有领导啊 啊 有过失的时候啊 啊 当子女 当成子的 都要有责任了 来 劝 错误了 啊 啊 所以一味的 盲从父母的 命令 啊 就重复之令 啊 又怎么能称得上是 效能 啊 啊 啊 所以委屈求全 啊 听从父亲的命令 啊 父亲为善呢 就跟着为善 父亲为恶 就跟着为恶 啊 那 从来没有啊 吐露这种劝谏的 言语啊 那 这样怎么能称得上是 孝顺呢 那这一篇当中啊 也点出来啊 啊 我们当 啊 这个 子女的 当下属的 啊 甚至于是当 朋友 我们都有 劝谏的 本分 啊 在里面 啊 这一份心啊 啊 都要 尽到 好 好 我们来 举一个 啊 劝谏的 啊 啊 婆婆的例子 啊 这个父母 当然延伸到 啊 公公婆婆了 啊 啊 啊 这个明朝啊 啊 有一个 童养媳 啊 叫兰姐 她才十二岁啊 啊 她看到啊 啊 她的 婆婆 常常跟太婆婆 吵架 吵架 而且啊 她的婆婆一吵起来啊 口啊 没有择言啊 啊 就骂 害婆婆啊 老了 还不死啊 真是很讨厌的 东西 就骂得很难听啊 好 那 这个兰姐才十二岁哦 她就在 夜深人静 的时候啊 到婆婆 房间里 都没有人看到 就到婆婆房间里 然后就跪下来 痛哭啊 然后对着 婆婆说呢 说 您跟太婆婆啊 这样吵架啊 那家 家里那么多人看呢 这可能不好啊 会起不好的 影响啊 师长讲经的时候 常常都有提啊 我们以前都是家族啊 少则七八十人 多则两三百都有啊 所有当长辈的人 都有一个态度 只要有小孩在啊 不可以给啊 小孩不好的影响 那就更不能吵啦 哦 所以 应该是要给 整个家的人榜样才对啊 哦 哦 而且这个起了不好的头啦 日后啊 婆婆你老了 那 底下的人 也把你看作 很讨厌的东西啊 那 这样多不好啊 哦 而且啊 哪一个人 不会老啊 哦 哦 那 虽然呢 每个人的寿命长短呢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不一样啊 但是媳妇啊 怨啊 婆婆 你跟太婆婆 一样长寿啊 哦 你看这个言语都是非常真情的哦 哦 哦 希望你跟太婆婆一样 那么长寿 哦 这个 动之以情啊 小之以理啊 啊 他的婆婆听完了 感动了 感悟了 啊 就 转变了 就变得很孝顺了 他的太婆婆了 哦 哦 我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呢 也可以学到 劝谏自己 父母 包含公公婆婆 的心境 哦 跟要注意的 一些细节哦 因为他在夜静啊 不使人知 要 给 长辈面子啊 啊 为什么说归过于失事 哎 哦 而且 这个 劝的 过程呢 啊 都是发自 肺腑之言 发自真诚 所以自成呢 感动了 啊 感动他的婆婆 啊 所以古人常说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 但恐 成心未知 啊 真诚 真诚到了 一定能感化 对方 哦 哦 后来这个蓝姐啊 他生了五个儿子啊 啊 啊 有两个呢 都考上进士 哦 一个人 的孩子 有两个进士啊 这个在古代 都是不多见的 哦 哦 哦 所以这个劝谏 敬了孝啊 啊 啊 这个也是 很大的功德 哦 哦 我们 都了解啊 人 他一生啊 也都会面对很多诱惑啊 父母也会啊 也会一时啊 谷土啊 或者一时 意气用事 感情用事 啊 这个时候 子女的 适当的提醒啊 就是太重要了 啊 有一个人呢 他的父亲呢 都七八十岁了 哎 结果啊 就要娶那个二十来岁的 当太太 啊 那他的儿子啊 也是态度 很好 很委婉 啊 一直啊 提醒他 父亲 父亲 不欢喜啊 打他 打儿子啊 儿子也没有埋怨 啊 还是继续再劝 后来又劝住了 等这个父亲啊 等这个父亲呢 心比较静下来 冷静下来 后来啊 父亲呢 就去感谢自己的儿子 哎呀 幸好 你那时候 你那时候 这么坚持劝我 我才没有一时啊 感情用失去了 好 好 那 这里提到的 是 为人子的本分 还有 为人臣 的本分 那 那 为人臣 在群书之药当中啊 我们收集的句子 啊 分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 立节 你要立定 树立 节意 节气 你在朝廷当中啊 是同僚 同事的榜样 哦 那这个对整个国家的朝廷 贡献就很大 哦 这个立节 啊 举个例子 汉朝 立的五经博士 哦 哦 那五经博士 学问都很好啊 啊 当时候 皇上 就 赠送啊 每一个五经博士啊 一只羊 结果就放了一群羊 在那里 啊 啊 这些 保读 诗书的 博士啊 啊 就 站在旁边啊 然后就开始 说了 嗯 这一只好像比较胖 那一只好像比较瘦 嗯 我看应该拿蹭来蹭 啊 杀了之后拿蹭来蹭啊 这样比较公平 就大家在那里 争了 吵了 啊 突然有一个人啊 啊 叫真羽啊 他呢 什么话都没有讲啊 在走进去啊 抓住了那一只最瘦的 抓了就走了 其他的博士啊 毕竟读过书的人啊 看到人家做这个动作啊 惭愧醒起来了 不好意思啊 啊 那我就不争了 啊 后来 这个皇帝知道这件事了 啊 就封了这个针语叫 受羊博士 啊 因为他牵了那只最瘦的羊嘛 啊 他称为受羊博士 啊 我感觉这些皇帝也是挺挺有智慧的 啊 哦 他在树立这个 臣子的榜样 啊 还有另外一个是汉光五帝啊 底下有一个臣子叫冯义 啊 他也是 啊 功劳非常非常大 啊 因为辅佐啊 啊 汉光五帝复兴汉士 啊 因为汉士被王莽 啊 给窜了嘛 啊 后来汉光五帝起义了 啊 结果 这个群臣呢 就在那里讨论了 哎呀 我功劳大 啊 你不如我就在那里征功劳了 啊 结果这个冯义啊 他功劳非常非常大 他一句话都没讲 他就走出去了 走到一棵很大的树底下 啊 他这么一走出去啊 所有的人 不吵了 哈哈 为什么 很多人功劳都不如他 人家一句话也没讲 出去了 啊 在大树下 啊 后来这个汉光五帝知道这件事啊 啊 就封他叫大树将军 啊 啊 坐在树下的 大树将军 啊 你看这个树起来了 其实都给朝廷啊一个榜样 朝廷的群臣一个榜样 啊 这个叫历劫 啊 再来呢 是敬忠 啊 我没想到敬忠的榜样 啊 啊 诸葛口名 啊 鞠躬敬 啊 啊 史额 厚 啊 啊 啊 再来第三个 臣子的本分呢 就是劝贱 啊 第四个呢 是举贤 啊 所以为人臣当中啊 在古代 在古代业绩排第一 就是他的烤鸡啊 排第一的是 他举了多少人才 举了多少少年 哦 这个很正确哦 啊 现在假如 没有把举人才排第一位 啊 把 啊 这个招了多少伤 饮了多少枝 排第一位啊 这个可能就有待上去 啊 啊 这样的话呢 都是盯着经济跑啊 那他 他的业绩 又挂着 啊 你招了多少伤 饮了多少枝啊 那官员就会把举人才忽略掉啊 只是在那里 忙着经济方面 那引申出来 可能会有腐败的问题 这个都是值得上去的 古人 所强调的这些重点啊 都是几千年没有变啊 我们后世的人 得要深思熟利啊 不能轻易变了 一变了 可能就会有一些偏颇的情况 会产生的 会产生的 那我们 臣子静忠劝劲呢 有三种策略 一约防 二约旧 三约戒 先其未然呢 未知防 就是错误啊 尚未发生 而能设法预防啊 这是防 这是第一个最高的策略 这是第一个最高的策略 第二是旧 就刚刚发生错误啊 能及时进行劝阻啊 这称为旧 发额 敬见 为之旧啊 行额择之啊 为之戒也 这个行就是已经造成既定的事实啊 这个时候才能直言指证错误啊 这个称之为戒 引以为戒而已啦 因为事情已经造成了 所以预防是上策 辅救是次等 告戒是下策了 所以这个劝呢 要防范于未然 那我们当臣子的 对于事物发展的敏锐度啊 就要非常高 才能及时劝 古代的人真的很厉害啊 见为之助啊 有个基子 他看到座王啊 用一个象牙筷子 他说商朝要灭亡了 他那洞察基先的能力 所以他们商朝当时候灭亡啊 他身边有好几个圣人呢 最重要的是作王不天门 所以诸位同学 我们要护自己的同餐道友同学啊 要护好领导啊 培养这种洞察基先的能力啊 啊 了凡世俊有说 春秋朱大夫 见仁言动 亦而谈其祸福 米不厌责 其实这样的能力啊 最重要的是我们呢 心要清净 心啊 要无私 那个要利益对方的 心要真切 这种敏锐度啊 慢慢就会提升起来 当然这样的能力啊 首先呢 要能洞察自己的心念 自知证明啊 自己看自己都看不清楚 说看别人很清楚 不大可能 知人者智 可是智慧一定是在自知证明的一个 基础上 好 所以刚刚提到这个基础 他看到一个象牙筷子 他就可以沙盘推演了 那用的盘子可能都是黄金做的了 成的菜都是山珍海味了 穿的衣服吃的时候是绫柔绸缎了 再来住的是什么 绫柔绸缎会不会住小木屋啊 不可能了 哇 刁龙化洞啊 这些钱从那里来 老百姓的邪汉呢 那还得了了 寻书这套第一册啊 六十六句啊 好 还有一个提醒 你看这个劝谏的 也要观察时机 论语里面这样的句子不少 可语言 而不语之言 诗人 不可语言 而语之言 诗言 你要抓好时机点再说 所以另外论语的这个句子 孔子就说了 你随时在君子 这个君子应该是指领导者 你侍奉的时候啊 容易犯三种过失 这个都要避免 就言为急之而言 为之照 讲话的时机还没到啊 就急着讲 这个是心里有急照了 幸福气照了 言急之而不言 为之影 可以讲话的时机到了 而不说啊 这个就有 隐瞒错误的故事了 其实这些都要锻炼的 我自己好像也有很多次 该讲了 可很奇怪啊 讲不出来 好像勇气不够 胆势不够 这个都还是要 多锻炼了 未见颜色而言 未知古 没有观察到啊 这个领导者的神色 就说话了 这个就是不懂言语的分寸啊 这个就是不懂言语的分寸啊 你看他脸色 很难看了 不是 在这个世界因缘去提那件事情 可能会适得其反了 我们又没有判断出来 那未知古 古就是看不清楚了 比喻就是说好像盲人呢 说话不看对方呢 大为失礼了 所以也是过失了 比方说啊 一个下属啊 常常犯急躁 常常犯呢 这个 就是 话还没该说的时候就说了 那个有时候讲一句话 要先面铺垫的 铺垫好了 再讲 力道就出来了 你什么都没有 铺垫就啪就出来了 那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那包含 这个未见颜色而言 没有察言观色一讲 领导很不能接受 那很可能你后面劝的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往往一个能够犯言直见到 领导者很容易接受啊 都是这个领导者 大部分啊 对于这个臣子的修养 是非常佩服的 你假如常常要不犯照 要不犯鼓啊 你说 这个君王很难对你生起一种尊重恭敬 你要劝呢 那个效果真的会不尽理想 所以在中篇里面举了很多 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 敌人节啊 还拍成电影了 那他那种应对净对都是拿捏得非常好的 你看 你看 武则天 当皇帝了 这个敌人节劝了 武则天都能接受 而且啊 这个敌人节真的很厉害 他看到那个行事啊 一时间呢 没有办法 扭转 他忍住了顺势 对 武则天当了女皇帝了 但慢慢看到时机成熟了 赶快劝武则天 把这个皇位 还给 李家 所以这些大神都要看时节忧远了 有的时节忧远不对了 可能他就牺牲掉了 后面可能会 更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最后 也让武则天把 唐朝又还给了李氏 而且 他见武则天 要给武则天拜 武则天说 你别拜了吧 你每一次拜我 我都很难受 为什么会这样 就诚实的德行啊 让皇帝佩服啊 所以让这样的臣子给他跪拜 他会觉得好像心跳比较快 压力比较大 所以敌人节要拜他 你别拜了 别拜了 所以魏珍 皱折写了两百多封啊 唐太宗 那么能接受啊 那也是魏珍的德行啊 让唐太宗觉得 我比不上他 我比不上他 好 所以这个 论语这一句啊 提醒我们啊 要侍奉 领导者 也不能犯这些错误啊 这样你要劝谏 领导者才容易接受 好啊 那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啊 感谢观看